12歲 開始 我現在大概 20年 應該有20年 花20年 19年 18年 我在出門的時候就在 20年 堅持了這麼久 是否有想過放棄的念頭 沒有 因為在舞台上是另外一個面向的人 那他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曾經有短暫的電話題 反過因為這樣 能讓你更加珍惜每一次在舞台上表演的機會 沒有 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的 有曾經想要放棄過 不過後來在台下看著 台上的表演者 他心裡就喜歡了 這也是自己曾經的舞台 讓他在舞台上可以操作真正的自己 他們是十股幾樂團 經歷上千場的演出 為了在這個世界上 敲出不一樣的聲 好 時間過得很快 尹尊研究竟過了二十年 我們個人想要成為一個國際的國際演奏家 然後到樂團的時候 同意了加入 那最後在四五公眾園區的出現之後 那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一個 看這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呢 大家能夠開始看 那時候我們去國外演奏的時候 我們就都會在 我們主持人家的旁邊 每個演奏都是真正的 結果可以達成的 真的 現在我們每年都有電腦局的回應 雖然會累 不過只要我們拿去鼓棒 就是一個表演者的狀態 我覺得身為一個表演者 在舞台上態度很重要 態度不對啦 寬鬥 多少人應該要拍做得到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 是在2004年的時候 那特別是在阿里山的部分 所有的運氣都是我們堂的上山 然後繞完一圈 眼下 然後真的很累 然後又很想哭 但是其實經過這些年之後 最大的回憶也會是這一場 他們遠離了城市 來到這一座古老的堂昌嶺 為的就是解放出最原始的聲音 從這裡開始建構起他們的家 基本上大家這邊是希望找到一個 人外查找人的地方 他也希望從這個地方 能夠讓朋友們先靜下來 讓朋友們的演出更精實 他也讓師父的補樂 在這邊得到創作 跟得到靈魂這樣 剛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真的很破舊啊 然後老師帶著 複巢然後複磚 但是因為 我們真的複太臭了 所以後來就換了 老師又找一個複巢 在這裡成長的每個人 舞台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生意中的一部分 我覺得一個演出者 把一場演出做到最好 他頂度算是一個不錯的演出者 但是要成為一個最頂尖 最優秀的演出者 他必須帶著他的主伴 一起全力對待給你這個演出 用力這樣 原來是打得很快 就是很厲害 反而擋慢其實是很難的 不要忘記當初為什麼學他 為什麼喜歡擋和出眾的 當你站上舞台 就要為舞台複雜 為觀眾複雜 我覺得音樂是流動性的 會因為當下的情緒 跟著了 會很普通的感覺 那我們希望可以 傳達給觀眾 或許真的照料 他的意向跟感受 這裡的工作 因為很豐厚也很有生命力 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在這裡工作下去 那我從小學打鼓到現在 我兒子現在也可以去加入 一起學打鼓了 他們藉由這雙鼓棒 去探索了這個世界 用這雙手 敲出自己的食物 我希望我可以達到 我不能達為止 我想要把這雙鼓棒 傳統一下去 網路著最珍貴的東西 目前這雙鼓棒 還有很多人知道 我們希望可以 各個的人可以知道 你們在做什麼 除了打鼓 我現在有在學智骨的 這項傳統的經驗 希望不會在我們這一代 就能阻止 耶穌這條路是輕鬆的 但是只要靜止 我一定可以走到自己 心靈的 師骨的核心就是舊頭心 每一個新的時代上面 它應該有新的一種能量 更新的餘味 也希望能夠在春天基礎下 讓它重新再造 之後將它帶到全世界 有很多人在排隊那裡 夢想 夢想 是一個很大的夢想 他們掐出深層的巨像 在世界五大洲回響著 讓這古老的被動聲 重新聚入了新鮮 繼續掐出未來 跳動著 窗工 不太正常 衝空 不太悶 散開 美國不太值得 請決議 國聖電視 您應該對 全球的角色 相機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現場的各位觀眾您好 十股幾月團的演出即將開始 以下幾點事項 麻煩各位在演出當中配合 為了維護演出品質 表演中請勿使用手機 麻煩關機或者切放